我們下面這段時間的研討會的主題是習近平的政變 我剛才特別請教著夏明教授 因為我看不太懂 那麼他告訴我說呢 這個習近平上台以後到現在已經講說 很多人對他想要有進行政變的這種企圖 但是夏明教授認為說呢 其實習近平自己就已經在做一場政變 所以他這個題目的定義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我們的第一位講員 羅宇將軍 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羅宇將軍的 這個非常了不起的這個 在這個羅宇將軍的父親啊 就是曾經擔任過中國解放軍的 大將的羅瑞卿將軍 那麼後來也擔任過這個 整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參謀總長 參謀總長非常高的 就是軍界當中最高的關鍵 也擔任過國務院的副總理 但是到天安門事件的過程當中 羅瑞卿將軍當年是在文革當中被鬥得非常淒慘 所以這個中國共產黨這個整個黨的這個過程 真是沒有人心 真是沒有人心 那麼在後來到了這個天安門事件的這個過程當中 當時這個羅宇將軍正在法國參加一個航空展 那麼他是當時的這個人民解放軍當中第一位脫下軍裝 他覺得在這個到在當時他就覺得作為人民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羞恥的 所以他脫下軍裝 我們這次就羅宇將軍的這種這種這種精神和這種表現 給予高度的敬佩 接下來我們請羅宇將軍跟我說 謝謝 感謝大家啊 我實際上真是來聽的話 我也沒什麼像剛才這些教授們的這麼多的理論 這個 但是來了嗎 大家讓我講兩句嗎 我反正就是性聽中人吧 我就把自己的感覺說幾句 這個研討會的這個題目啊 和剛才這些教授跟各種言論啊 在我來看啊 都是有對有錯 包括我剛剛認識的寶衛 我們兩個在一起已經在兩天了 一個房間 所以聊了很多 所以聊了很多 我都是覺得有錯有對 有受到啟發的地方 也有呢 不敢溝通的地方啊 要是 要是 一條一條拿來說的話呢 第一個呢 我看到有些教授們 比如說還挺激動啊 互相之間 還一點兒都 融物的什麼不同意見 我倒不是這樣啊 你看我們老衛 也爭論 甚至什麼事兒都 都爭論 但是 一點兒也沒覺得 好像 我農不下你 你農不下我 沒有這個 因爲什麼呢 因爲大家好像 都是希望 中國民主化 只是在 就是 怎麼才能民主化 怎麼才能大家團結起來 只是在這些 我可以把它叫做技術問題上 啊 有分歧 啊 並不是說在什麼 根本理念上 有什麼分歧 我和共產黨的 根本理念的分歧呢 也是六四 這沒有 要是沒有六四的話 那可能我也 不會一對 因為那個時候 我跟鄧小平 楊上坤的那些分歧的話呢 鄧小平 楊上坤 讓他們的子弟 都是女婿了 我們那個部裡有 四大女婿 楊上坤的女婿 趙紫陽的女婿 楊上坤的女婿 還有誰 還有誰 鄧小平 四安 鄧小平 不 賀龍是兒子 賀龍是兒子 三大女婿 然後有 鄧小平那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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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上坤嘛 那個 趙不陽 三大女婿 鄧小平 她們呢就是 一心就是 做生意 實際上做生意 拿回扣 那時候的 還沒有 後來的這種 現在的這一種 探污 maka.他探污不了 他就是跟那些外国军航商拿回扣 这个外国军航商拿回扣 好像是一个 不是什么非法的事 它是合法 就是你包括在美国 在法国它都合法 那我们当然都知道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说 这不行了 这怎么能够 这怎么能够赚这一堵钱呢 而且这个钱呢 他们党的名义是给军委的 他们不是自己戳要的 是给军委的 实际上的分歧也都在这 就是六四十钱 其实这个也算技术分歧吧 还不像魏京生 那么早就谈到民主了 我们还没有谈这些事 但是这个六四一开枪 这个就没妥协余地了 你说人民子地兵怎么去打人民呢 那我穿这些租装 我算怎么回事 所以那时候在巴黎的时候 我想来想去 这不能再干 而且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 就是这个分歧已经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了 就是我和邓小平之前没什么妥协的余地了 因为邓小平呢 就真的就是熟得不得了在什么 杨上坤 我这小儿的时候 杨上坤抱着我的时候就喊我师长 所以这些人都是怎么说 就是就是看着我们长大 然后的话呢 这个分歧呢 就是六四是一个分水岭 就是六四之前 反正有分歧吗 有什么什么还可以讨论 六四之后没得讨论 这就是我的 就是好多朋友都问我 你这思想立场啊 不是吗 这就是我的这个转变 那么谈到民主话以后 实际上赵紫阳走之前 也谈到民主话的问题 而且他最后呢 结论呢 就是还要三权分立 还要议会政治 我呢 自己出来之后呢 看了一些书吧 想了一些问题吧 然后我自己还把我想这件事 还写了一本书 原来就是想 想留给孩子 后来有人建议我说可以出 结果呢 我想更多人知道也好嘛 所以就出了 原来我以香港人对这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不太感兴趣的 香港人就赚钱 对不对 说政治几颗钱一斤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看的人会多 没想到看的人还不少 这就说明大家还是 就是越来越关心政治 就是最不关心政治的人 好多人都给我发了一面 说是我原来 就是对你们这些政治这些事 你一点都不感兴趣 说现在这个香港都成这个样子 说我也开始关心政治 但是我呢 跟刚才的那些 比较激烈的观点的那些 大师们啊 还是有点 不太一样 我呢 还是赞成 稍微温和一点的方法 当然赞成并不一点能够实行啊 我跟习近平吧 大概也算是熟人了吧 特别是跟习近平的父母交往很多 我在我书上也写了 所以我对这个习老叔和齐姓阿姨呢 印象特别好 所以我现在呢 给习近平写信了 就让他 足够的 有序的民主化 老魏就博我 说是你 这是你的想法 他能这么做吗 我说他能不能这么做 我也不能给你保障 我说哎 他肯定能这么做 我说这是我的建议 我现在这么写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也想让他学蒋经国 他学不学那是他的事 因为我觉得这条路呢 是社会付出的代价最少的 就是不流血啊 就是付出代价最少的 如果再来一个激烈的革命 不管激烈到什么程度吧 政变也好 或者是 或者是 是是是是是 是军法革命也好 反正 他他这个 社会付出的代价就 比有大 所以我呢 我还在写 我从去年 十二月的第一篇吧 写了现在写的十二篇 中间还被人黑了一遍 我给那个 苹果日报 发了稿子以后 苹果日报没收到 但是呢 苹果日报又不知道没收到 我在这个Email上 苹果日报收到了 结果我另外一个朋友 就是我发的时候 同事给我另外一个朋友 我另外一个朋友 把我这个 就放到网上去了 所以好多人都看到了 看到了还回我 苹果日报 说说 你那个第十 第十篇给人黑了 结果到我写 第十一篇的时候 我又发给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说 不对啊 说你这是十啊 你怎么来十一了 又 我这十 你们都已经用过了 怎么还十 结果 弄来弄去 给人黑了 苹果日报 我根本没收到 所以我想我这么温和的这种建议 怎么还有人来黑我呢 我这没有什么 所以我老说没希望 哎呀 你这底下的人办事 也不一定就是 习近平的人都知道 这个这个这个 老老是个善者 啊 善者 那倒是 我倒是善者 这我接受啊 就是说 起码 反正 愿望肯定是下地步 这是肯定 但是呢 他做不做 这个 我也 反正我觉得 我给他写的信任 我也想 我说 但都希望你比习老叔还近 习老叔 是党内的开明派 也可以说是民主派 也可以说是民主派 也受了 毛的迫害 也受了邓的迫害 也受了邓的迫害 所以我说 你 要是 沾了 习老叔一点点 气儿的话 我说你也会 来引导中国 和 朝着 逐步有趣的 民主化的方向 去走 我到现在 我可能是 这个在座的 这个房子里面 最落后的一个 就是我还是 觉得 能够 逐步有趣的民主化 像蒋经罗这样 把中国引入 民主化的世界大潮 是一条最好的路 这个倒不是 这个倒是 这个倒是 同意的人 包括 魏京生 他们都同意 他们共同的分析 主要是说 他走不走 他走不走呢 我 我也不知道 他走不走 我希望他走 我也希望 大家 推动他走 现在不是 眼前去看吧 看六中全会 看市九大吧 但是有一条 我是 很早以前 我有一条 和他记者说的 我说 他肯定不会 接班人了 他是肯定 但是呢 他肯定要老 肯定要死 这个他也知道 所以 他这班图 三个金 我说这个 着目有趣的民主化 不是说 不是说 仅仅是 共产党的出路 或者是 共产党领导下的 中国的出路 这实际上 也是 习近平 个人 和他的家庭 的 唯一的出路 他如果 不足不永续的 民主化的话 他自己没出路 他的家庭也没出路 所以 所以 快 谢谢 罗姨将军 谢谢 罗姨将军 那么我们下面就请 这个 黄思明小姐 他讲的题目是 从林彪的政变 来谈政治与经济显像 重生的 今日中国 我请黄思明小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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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運動不僅僅搞得老百姓人心惶惶也使得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的官員們耳魚我詐 互相防範 對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感悟而不感言 在錯誤政治的指導下 伴隨的是中共經濟政策的完全失敗 十年後 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 餓死了幾百萬老百姓 其實卻完全是人人為的 是中共違反常理的政策及其官員不顧老百姓的死活 也要搞內鬥的倒行律師所造成的 1967年為了奪回他真正的領導權 毛澤東掀起了史無前列的文化大革命 將中國人民脫落更進一步的深淵 並造成對中國文化及傳統的史無前列的徹底破壞 這使得中國人民更嚮往一個公正與民主的社會 在這種情況下 1971年爆發了幾世震驚的 913林彪嫁機叛逃為結局的失敗政變 所曝光的571工程證據要 也不僅僅為中國大眾日後認識毛澤東的法西斯暴君起到了對全民族的啟蒙作用 而且為日後的改革開放打下了思想基礎 林彪的政變也給意義孤行的毛澤東致命的打擊 遺憾的是在毛澤東逝世之後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鄭小平 表面上開始了順性順應人心的經濟改革 實際上卻拒絕共產獨裁拒絕政治改革 1979年鄭小平將表示意義 呼籲民主的未今生關押起來 關閉了西單民主牆就是一個例證 他的摸著石頭過河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所表達的 正是中共對國家對人民為所欲為的態度 所謂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以來 中國的經濟改革現在已經走到了盡頭 貧富觀差距越來越大 大多數的下層老百姓依然是民不聊生 如今連中產階級也面對著更多的危機 這幾年來習近平集團以反腐之名 行消除政治對手之時 導致了一大批的政府官員軍隊上層將領的落馬 他不但沒有像蔣經國那樣開放黨禁報警 還不斷收緊與言論自由打壓異議人士 關押維權律師及宗教人士 最近的一系列網絡上的網站的關閉 就是一個最新的領事 中國有一次到達了危機四伏 人心混亂的歷史轉折點 其今後的走向不僅也會直接關係到中國人民的扶持 也將影響到世界的和平 十多年前 十年多前 我在德國最大的商報發表了一篇長文 表達了我對中國的走向 廉價的自然資源都促進了這個迅速增長 同時也增加了製造業發展的不平衡 這些是從持久了很久了的表面上很漂亮的 宏觀經濟學的數據所能看到的信息 然而中國製造產品大陸融入 大量融入國際市場 不僅僅給中國經濟和社會帶來一系列嚴重後果 而且還給穩定的國際發展和外交政策帶來嚴重影響 現在是西方認識到中國經濟發展的黑暗面的時候了 也就是說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將把中國人民和全球都帶來一個極其危險的境地 我這篇文章的這個標題 就叫做 當時就叫中國經濟的黑暗面 我還指出了 這個現象背後的嚴重現實 是中國的政治體制 缺乏法治 整個社會腐敗和賄賂业成功 業已成功 而目前存在的法律系統完全被共產黨獨裁政權一手掌握 成為應用工具 缺乏法治和規章制度 給對中國經濟的投資帶來了負面後果 首先它降低了工作效率 而腐敗和賄賂腐蝕的社會 更多的外幣留下的是政府官員的腰包 而不是直接用於生產 我警告了 暴力來往方面的爭端 比如中國南海的運輸線 和中東石油的運輸線之爭 將會隨著中國財力和影響力的增加 而使中共更加膽敢欲以挑戰 民主國家之間的通端通常通過協商來解決 而中國的政治系統則基於毛澤東的策略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共產黨因為遵循這個原則成為中國的統治者 我表示擔憂 中國的對外衝突也可能因內部衝突而發生 面對日益增長的經濟的意義力量 統治者 政黨要進一步設法確認其合法議會 通常在這個位置上的政府會動用福利 煽動民主主義 將人們的注意力從本國的政治經濟方面轉移開來 中國在這方面的記錄已經有所佐證 他在奪取政權不久 就為了鞏固政權而發動朝鮮戰爭 在大躍進之後出現了大饑荒 又開始向印度開火 然後是文革高潮 挑起中蘇邊境之爭 而鄧小平在毛澤東去世後 上台不久就發動了中越戰爭 教訓很清楚 中國走向戰爭 不需要外界的威脅 最後重申 我們必須認識並且記住 今天中國的經濟增長 是不正常的 違反自由市場規律的 是被政治極權者所控制的 因而危險極大 上後中國內部發生重大政治社會或經濟動亂 中國經濟就可能迅速崩潰 給世界經濟帶來衝擊 並在幅度上完全超過 過去的一系列經濟崩潰 西方國家在中國大量投資 意味著他們將大量的依賴於中國 在中共領導下的中國經濟和貿易的快速增長 給世界經濟帶來的前景是誘人的 而戰爭的鬼影 這更嚴重的危機著全世界人類的安全 很遺憾我十多年前的描述和判斷 正是今日中國的現狀和危機 在現在這種情況下 我感覺到的是我們中國的民主派 需要中流抵住堅持原則 來在國際社會向中國人民呼籲和推動 中國的民主自由世界 保護世界的繁榮昌盛 以最小的代價來爭取民主自由與和平 不久前由危機精神基金會策劃組 主辦了中國的出入系列研討會的首期 研討會在美國首租華盛頓 就是針對當下中國時局進行分析研判 開出正確的應對之策 推動中國民主革命的變局 而我們的研討會第一題目 就是從林彪的政變說起 其中就有代表指出 林彪和林立國徹底造反 武裝政變的精神不久 使後人尤其是體制內反叛者 在推翻當前中共專制政權 必須研究和戶口為迴避的話題 當今中國的政治與經濟 已經是走路了死胡同 天路人遠 已造成即將發生的新興之果 必然燎原 以下我就當今千軍立法的中國局勢 談一些粗略的我個人的看法 以及我們的共識 一般而言善良的人們都希望中國人 走蘇聯與東歐那樣的和平演變的道路 和平理性非暴力 是公平與和平的社會裡 人們共同的願望與整責 然而中共辭政的60多年以來 什麼時候採取過和平理性非暴力 對待他的老百姓 對中共叫囂和平理性非暴力 無非是與虎磨皮 為虎作倉 即使劉曉波聲稱他沒有敵人 他至今還被關在監獄裡 接受溫馨的管理 這就是對敵人 講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結果 三國也意義地開篇 就談到天是地利於人和 中國目前基本上已到了這樣的地步 但國際社會的相對漠然與無敵 使得中國的轉型主要靠其內部的變化來決定 中國和平演變道路 遺憾的是卻已經被習近平集團 完全堵死 革命乃至起義 成了中國政治轉型的必然開始 在這種情況下 我同意魏京生先生的看法 有自知識的宮廷政變及軍事政變 也應該是代價最低的政治轉型的可能 如同魏京生先生所說的 現在被中紀委調查的徐才後 郭伯雄所提拔的幾百名將軍 與其束手 對勤不如揭桿起義 尤其是像范長龍這類 站在懸崖邊上的掌勢權的重要將官 此事不反更待何時 難道還要等定計劃郭伯雄出具的再戰 還要等到十九大上民主選舉 把選掉的獨裁當政者 有幾個人的快樂都在這媒體 抱歉 在這種局勢出現時和出現後 我們民主人士更需要及時跟進 有力有節的引導民眾 與全中國人民一起創造出一個 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和公正的新政治體系 和一個真正的市場政治經濟 對世界和平做出危險 而不是帶來災難 我願意大家一起討論 共同達到我們的目的 謝謝 我們謝謝王子平 接下來我們下一位講員是盛雪 他講的題目是習近平 所謂的中共體制的總結者 我請請請請請 好 謝謝主持人 謝謝各位朋友 本來還以為有好幾個人呢 所以我還在慢慢的整理我的思路 還有感謝夏明先生的邀請 今天來的時候 我是跟夏明先生商量 我說今天我想臨時修改我的主題 為什麼呢 昨天晚上抵達之後 是先到了那個他們民主黨全委會的辦公室 去跟一些朋友在那邊聊天 那麼在現場呢 曹安先生跟那個王君濤 就展開了一輪又一輪的這個爭辯 那麼那個還有王錫哲先生也在 好像昨天晚上幾個人今天沒有在 主要的焦點就是在爭論 中國的這個民主轉型過程當中的左派 右派或者是極左、毛左、自由派 這個極右派等等的這些爭端、差異 以及他們當中的共同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就產生了一個強烈的想法 因為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我曾經是在微信群做過一次講座 主要的題目、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講 其實在今天中國社會 這樣的一個極端的專制暴政的 這樣的一個政體之下 中國社會環境當中 根本就不存在這些政治上的陣營和派別 跟國際社會的長時間 所大家這個形成的這樣的一種 左、中、右的這樣的一種區分呢 又是完全相悖的 我是原來是想過要去講這個題目 但是今天我看到拿到手的這個材料呢 因為已經把 我要原來給那個夏明先生的題目已經印了 那麼我還是回到我的這個應該講的主題來 我是剛剛昨天晚上從西班牙趕過來 在西班牙北部的一個 Galacia的自治州 叫Aurence的這樣的一個小城 出席國際筆會的一個年會 因為在這個環境當中呢 就跟世界各地的記者、詩人、編輯、作家、出版商等等的接觸比較多 我也是強烈的感覺到呢 實際上整個世界對中國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呢有很多很多對中國現實情況的誤讀 那麼一個是呢中國確實太複雜了 有很多的面 而這些面呢如果你不是能夠從全方位的去繞著他看的話 或者呢來自於這個他內在的這種了解的話 真的是很難看懂 當中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誤讀 就是對於習近平的誤讀 我一直在強調 要看懂習近平 必須要去看他在2009年訪問墨西哥的時候的 在對華人講的那一段話 很多朋友覺得那是一段無關紅紙的這樣的一段 自己的臨時發揮 那麼恰恰是這段發揮 事實上呢是給人們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視角來讀懂他 當時呢他是以國家副主席的這樣的身份訪問的墨西哥是在2009年 那麼是隨行的中共的記者發布的那個很短的一個視頻啊 只有幾分鐘 他在這個視頻上說 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 對我們說三道四 中國一不輸出革命 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 三不去折騰你們 還有什麼可說的 其實這段話呢 給我們提示了這麼幾個點 一說明習近平 他對於現代民主政治為何物是絲毫的不了解 他沒有任何這方面的素養 那麼呢 他嚴重的缺乏文明社會的這種平等對話 這樣的一種習慣 在他的觀念當中 根本就沒有現代民主政治的這些要素 那麼呢 也說明事實上 他的這個觀念當中 呃 還是 一種 呃 說他是當年插隊形成的 或者是他的這種 嗯 紅色家庭當中形成的 或者是他的人生道路當中形成的 那麼我想也許是極大成的一種東西 就是 這種耍賴的天性 和這種 只有力量當 力量之間這個較量的 這樣的一種意識 呃 或者說一種 拿中國人的話講就 鬥狠 那麼 在這個 在這麼短的一段話當中呢 可以非常明顯的表現出來 習近平的這個個性和修養就是 魂 嗯 他說 他們吃飽了 沒事幹 我們對我們怎麼怎麼樣 我們不能怎麼怎麼樣 我們不輸出什麼貧窮 飢餓什麼的 是非常魂的一個一個思路 這裡面根本就沒有任何的邏輯 也沒有道義 也沒有文明 沒有民主 沒有人權 沒有這些東西 只有他個人的要表現的一種個性 就是魂 而且呢 他還非常的橫 他的這個表達當中呢 就是 我們都不怎麼怎麼樣了 我們都不向你們輸出飢餓貧窮 我們都不向你們輸出這個革命 我們都不給你們搗亂 你們還想怎麼樣 就是 很 恨 那麼還有一個呢 是他的這種狠 這當中呢 就也是表現出來了 就是他的這種 個性當中的一種很 很邪性的一種東西 那麼呢 還有他的這種蠢 假如說他僅僅是這幾個個性當中的 某一種某兩種 也倒變罷了 但是呢 他可以說是這幾種個性的一個極大成者 那麼同時呢 如果他僅僅是一個普通人 也就罷了 但是呢 他卻後來成為了中國的國家領導人 所以說他的個性 也就成為中國社會現實 完全無法避免的這樣的一個噩夢 而這個噩夢 我認為 其實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 一個好的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其實今天呢 好幾位朋友也都已經涉及到了 像那個老魏啊 像胡平啊等等 都已經涉及到了這一點 那麼 習近平講這番話是在2009年 在那個時候呢 他還沒有成為中共的這個國家第一把手 那麼在他執政之後呢 一些人仍然對他抱以各種各樣的幻想 希望他成為一個強勢的 能夠使中國進入民主轉型的這樣一個人物 那麼在這一點上呢 我確實是非常失望就是非常遺憾的 這個在下面做我心裡面也在想 我希望我的這個分析 不會傷害您 但是呢 很遺憾 我認為您的那種期待真的不會成為現實 那麼 他呢實際上是 把中國有可能進 就是中國的這個從高層啊 開始有可能進行的任何一種民主轉型的機會 都斷送掉了 也正是他 所以說呢 就逼得中國社會 可能就尋求 只能是尋求一個 從社會層面的一種更 更強烈更激進的更直接的辦法 那麼也許這正是 縮短中國社會 繼續 一個長期的一個苦難的歷程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起點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首先 習近平他上台之後 可以說他是 完全是在四面出擊 八面樹敵 好 那麼這當中呢 他不管是這些 所謂的在反腐的過程當中 蒼蠅老虎一起打 而且呢 他是非常 非常猛烈的打擊他的這個政治對手 那麼他得罪了很多人 另外呢 他是堅持要走這個毛澤東的這種老路 而傷害了在過去 中共在幾十年當中的各種各樣的這樣的政治運動 所受到迫害的這個極大的龐大的群體 那麼他的強硬的經濟緊縮政策呢 又傷害了中國的這個經濟基礎建設 和持續的這個增長 還有他的這個外交貿易等等的 另外他對自由派的這個強勢打壓和迫害 又使得反對派對中國能有可能有這種緩慢的 或者是和平漸進的民主轉型的機會呢 就徹底放棄這樣的幻想 那麼他也堵死了溫和的空間 像包括一些雜誌啊網站啊 一些溫和的這個知識分子啊 甚至維權律師啊等等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都變得 只能是徹底放棄幻想 要不然呢就徹底放棄 要不然就起而反抗 那麼他在消除這個人民整體上 那個底層人民對他的幻想方面呢 是我們可以看到今天中國社會底層的 這個全面的這種暴力化傾向 就是官權在社會的所有層面 都反映出了極端濫用暴力的這樣的一種手段 那麼全面的這個社會的潰敗呢 就激起了全面的社會的這個反抗 總之他的外交政策也是一派亂局 到處強勢出手 引起整個國際社會的這種緊張 那麼習近平在猛違藏地區 剛才伊利哈木也講了 好 不是伊利哈木 是伊利哈提 伊利哈提 伊利哈提也特別是講到 實際上呢在這幾個地區 他所激起的這種民族的衝突 使得當地已經感受到 根本沒有任何繼續啟求於中共 在當地的這個溫和的民族 民族政策的這種可能性 也是越來越多的反抗 好 謝謝各位 下一位講員是草安 他講題目是習近平的中國風 吳京長 中國大谷最大的問題 就是一個公平問題 我們現在所搞的一個維權也好 各種活動也好 其實關係到民眾的最大力 就是一個尋求公平 我才跟君濤們講 你們這個民主黨的這個宗旨是什麼 君濤跟我講要推翻暴政 一黨接觸一黨專制 這其實是一個宗旨 在於在行動策略上 其實他們那個民主黨的黨章 寫得非常清楚 就是自由民主憲政 把自由過來第一位 我呢跟他講的是 我們是社會民主黨 社會民主黨呢 其實這個宗旨 第一條是什麼呢 叫做公平正義 民主自由 自由放到最後 公平放到第一位 這個跟這個跟女人搞對象一樣 女人搞對象想說的是過程 而我們搞民主的時候不能享受過程 我們這個漫長浪漫的過程不行 而要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要盡快有個結果 所以要要結果的話呢 就是在戀愛當中 可能要使些手段 盡可能將那個成為一個夫妻 所以在這塊上呢 就是一個手段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能夠把什麼手段放在前面 就是說 我們是要先要自由 還是要先要公平正義 所以我昨天跟那個君濤講 你們在錯誤的道路上 越走越遠了 你們要馬上回到我們正確的道路上 這什麼呢 就是改信社會民主主義 所以我跟那個君濤做辯論的時候 最後跟君濤說 君濤承認 君濤說的也許五年十年之後 他會成為社會民主主義者 而且他們那個黨員也會分壞 有一部分人成為共和黨 一部分成為自由黨 還有一部分成為社會民主黨黨人 所以我在講這個問題是 其實跟那個那個習近平啊 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我現在澄清一點啊 這個錢達跟秦進都在場嘛 你們要做個證 在上次台灣開會的時候 也是民主論壇是 一年 我講的題目是什麼 就是法國大革命和中國民主的一個現狀 我講完之後呢 更斤作水呢 後來就兩人私下 又辯論了這個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之後 大約過個半個月時間 國內來人找我要的一個講稿 講稿之後呢 他就拿上去了 後來之後 有了王岐山 把這本書推薦給這個 他們黨內 所以在這上 我是他們的直呼名登 你們這個要有歷史攻擊 要記住一下 這個習近平你從這個 他們看的路程來說 其實很簡單 習近平做這個槍國夢 什麼夢啊 就是中國第一 做世界槍國 但是他要實行實現這個中國夢啊 其實我覺得他還是要走這個草案道路 才走一段才能行 這個 大家想一想這個 習近平那個他走什麼路 現在法輪府 他強調什麼呢 其實取得的是公平正義 他要想 這個百姓要顧取的公平 幫他打什麼名義 其實我覺得 對中共的看法 我們一分為二 他正確的我們就支持 比如說他翻腹 打呀這個沒事 把那將軍都抓起來都才好 反正那個 胡錦濤已經生活在這個 敵人心臟當中了 他在生活在敵人心臟當中 也可以 我們繼續支持的打 習近平想要獨裁 其實我跟那個 我那來人呢 跟他那個 談的事情啊 我就跟他提個建議 我說 我說我鼓勵習主席繼續翻腹 而且走獨裁 我給提一條理論 叫做什麼呢 叫做行政獨裁 議會民主 其實這個到底啊 其實在美國都是這樣實行的 美國總統就是獨裁的 副總統都插不上話 他廢位總統 習近平就獨裁得好 那個 昨天那個吃飯吃飯 我跟洪桓講 我說你們不要那個 反對他獨裁 要鼓勵他 行政民主 議會變成民主 其實李瓦州 昨天談的話的一個 根本就是說 我們人大呀 政協可能會改 當然改也不改不要緊 其實走上獨裁 任何事走上極端 都會有變化的 大家想一想啊 習近平只要獨裁 五年之後他不下不下台 繼續獨裁 可以啊 再繼續我們鼓勵他 再繼續獨裁二十年 對不對 問題是 他獨裁二十年之後 他們後面那兩代人 如何去執政 他們那些人 積蓄的力量就會 就會爆發出來 這個我們那個 八九年六四時 我跟陳一茲之後 我們私下談過 我說假如說 趙紫陽 當時服軟了 忍了五年十年 中國的 會不會現在就民主化了 當時陳一茲 就是承諾了好長時間 才不說有這種可能 從這點上 其實我就說了 趙紫陽 為個個人的清明 他是個懦夫 他沒有忍辱負重 包括陳一茲 外面他們都有責任 沒能夠 外面不是那個 擔當責任不多 暴同跟那個陳一茲都有責任 他們沒能夠讓他忍辱負重 這個我們這個 就我們是革命 改革改革什麼 就是革命 就是改革就是突破 中國歷史 這個改革的經濟改革 政治改革幾十年 就一個一個 我的總結就一點 就是打破旧制度 所以那個改革當中 所有那些 搞瓣破壞的分子 都得到身關發財的 你老老實實的 遵守黨紀 國法的人 最後都是過破的 所以這個 在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不能跟女人 搞對象的享受 我們要想要有 講究過程 習近平走一條路 現在第一條路就是 這個 做這個 他這個公平 我覺得這個支持這個 但是 他獨裁我也支持 就像我們在搞這個 革命時 我們推動時 激進的也可以 那個 私下也可以 我就跟很多人說 我說 為什麼不能跟共產黨談呢 那國民黨跟共產黨都能談 我們為什麼不能談呢 我說你們都不去的話 我做的 我想辦法進去 問題是他不跟我談 要跟我談談 我願意做這個 民運動的幫經衛 那個 我都不怕的 頂對我一不所有 死也死也活也活 反正這樣子 大家罵我現在也罵我 人也不少 多幾個罵我的人也不所謂 反正 罵的我自己 兩天不洗澡 比以後一點就可以 對不對 所以在這方面 共產黨是講統一戰線 兩手都要硬 我們也是 我們沒有武裝 沒辦法 我們弄個RT小 去炸一下也沒有用 所以我們是 嘴皮也要硬 這個皮也要厚 也要兩手都要硬 這個 所以 真的要幹 團隊要幹 所以習近平走一條路 他走到最後的時候 其實他們所面臨的問題 他總是要走上一個改革 這個我曾經講過就是 如果說習近平不上台 李克強上台的話 他這個中國是走到什麼 就是一個割據的狀態 那時候呢 中國也是要要關 到了習近平走上獨裁的時候 可能多延長幾年 多延長幾年 這種獨裁的結果 就是他手下一旦崩潰的時候 就跟毛澤東去世一樣 群雄並起了 說這時候呢 中國呢也是一種 一種整個變化 所有的事情走中中的時候 我們的海外兵 經常給他們出主意 你知道做錯過 做錯過 那個胡錦濤也好 那個江澤民也好 他們就改改改改 其實我們不是 不是那個推翻他 在幫助他 怎麼那個治好症 我們叫做那個 真正要做的時候 就是促進他走極端 走得越極端也好 最好他把那個軍隊圈的抓了 所以現在下一步的 這個習近平的問題 其實很簡單 他這個軍隊系統 是很好改革的 黨務系統也很好改革的 把人去掉就換掉就可以 真正難改的問題 是哪裏呢 是國務院系統 是真正那個官僚 利益相結合那批人 我有一個總結啊 不知道對不對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大家參考 就是在我們看到四人幫垮臺 四人幫垮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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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然是這個 這個政治上的一個問題 但是其實四人幫 毀在誰手裡頭 毀在李先念手裡頭 因為李先念那個 行政上那個 那套班子 四人幫是廣不動的 結果這批人 最後造成他這個停滯 而現在習近平現在 他也是在停滯狀態 他真正要觸動到下一步 國務院利益的時候 每一個處長都會跟他們的利益 沾上 他就等於把整個中國 就進入了停滯狀態 我現在就講這個一個事情 我接觸一個案子 中國那個 進那個創美國出口輪胎 一年的貿易額是281億 今年的就是被那個反請銷了 以前中國政府打官司 相交公約工業協會打官司 打官司 就花600萬美元 給一個紐約一家 花生60個歐50萬 結果那個552大家分了 現在打官司 打上去之後 沒人接這個案子 為什麼 他說了 習他也這麼厲害 我們接這個案子 敢也打不贏 這個錢怎麼辦 所以不敢貪 結果中國現在呢 這個281億的一個 輪胎的反請銷案 只有兩家工廠應訴 一家工廠掏二十萬 告訴我們 能不能遊歲遊歲 撤個這案子 這都是做夢的 所以中國現在的狀態 就完全是停滯狀態 所以習近平這個中國夢 最終毀在誰手裡 毀在那幫國務院的處長手裡 謝謝各位 謝謝長安幫我們掌握時間 接下來王晨先生 他所講的題目是 中國社會的落後性決定一切 謝謝長安大先生 謝謝長安大先生 很高興看到 非常感謝親警和夏文先生 高興我 我聲音稍微大一點 我覺得我談的那個內容 應該是屬於 我覺得我談的內容 應該屬於這個夏文的一組 就是關於中國轉型以後 結局是什麼 所以先把這個大調給大家定好 我基本上是搞那個中西方面比較的 今天的題目呢 就應該是中華民族的落後呢 就會導致中華民族的滅亡 聽起來有點 有點俗人聽聞 這個 我們一定要 我做比較 這個人類的文明 它分兩種 一種是主流文明 一種是支流文明 西方的文明顯然是主流文明 就是 這個文明引導人類朝前走 像光一樣照亮人類 其他支流文明 比如說中華文明 印度文明 還有大家知道的 埃及文明 這支流文明 可有可無 支流文明 可有可無 那麼 西方文明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也講可以講三個小時 因為時間的關係 西方文明大概可以分七個 步驟 那個 最開始的就是 四千年前的 公元前四千年 就是四六千年前的 兩核流域 兩核流域是 伊拉克 它是人類文明的起源 也是中國文明的起源 所以它 也是西方文明的起源 然後接下來 就 古外 古希臘 大家都一說古希臘 他知道思想多高多高 然後接下來 古羅馬 古羅馬是非常重要 因為那個古羅馬 它 涉及到一個 一個文明 一個法律 等等等等 這個 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就是 中世紀了 歐洲中世紀 是開創了這個 University 這個大學 接下來是歐洲的近代 接下來是英國 最後是美國 美國 是把自由和平等 推行的最高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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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給大家展的圖 就是古羅馬的圖 古羅馬 如果沒有一個國家 沒有被古羅馬統治過 大概就完蛋了 就不行 所以 古羅馬 在歐洲 除了现代的德国差一点 因为它在莱茵河边上 剩下的你们知道欧洲还有北非 那我就不说包括土耳其 这就不说了 这个因为给我时间太短了 那么大家一定要 如果想要知道这个两河流域 大家一定要到柏林区去看 那个柏林两河流域的展览 叫这个Uruk 那这是这个公元前两千年 两河流域的这个城门 这个就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那就是四千年以前 那么我们和中国比较 我们就要给文明一个定义 大约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 那都站不住脚 都是胡说 中国人以胡说为主 那你说中华文明 文明的定义是什么 文明定义大概有这么几个很粗 因为这个时间很短的 我不能 很短 所以我希望大家会很不满意 文明定义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说 它是一个复杂社会 它不是一个群体 不是一个落后群体 复杂社会 然后它大概有等级 比如说是皇帝 或者是神 就是大家意想的这种神 或者是军事统治 在上面 另外它有个文官的管理体系 还有要交税 交税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同意参加你 对不对 然后最重要的是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是在公元前四千年 就两河流域的时候 就六千年前就已经成立了 所以这个中国就有城市化非常差 最重要的是农业要丰收 农业丰收才能够养活 这个大家才到城里 因为城里才能处高级东西 大家到城里 到城里这些不种地怎么办 叫农业丰收 那么我告诉大家 三年灾人灾害的时候 我在城里 每个人的口粮是三十斤 那么公元前四千年 六千年前 在两河流域的时候 口粮是多少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给政府办事 口粮是我的口粮的五倍 就是五成三十斤大麦 如果你给私人打工 口粮是我的口粮的十五倍 所以才会有城市 所以不是 我说的是城市化 是很多很多城市 不是一个城市 不是像中国成立一个西岸 那不行 那不管用 因为我们很多事要在城里做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的 这个中国文明大概是在 然后讲到这个文字 文字是在公元前三千三百年 在两河流域出现 然后中国是 家国文是一千三百年 所以现在中国的地史学家 现在知道 没有上下五千年 这种伪化 大概要从三千三百年 就是两千年 加上一千三百年 开始说文明 三千三百年 开始说文明 大概 但是还有问题 这里头还有问题 那么在公元前 三千三百年的 两河流域出现 文字之前 大概有四千到五千年 都实行这个小泥坨 小泥板 然后作为文字的起源 和作为信息的传达 比如说我要求一个人 带五个羊到市场去 我就小泥板 它是黏土啊 然后画五道 然后画五道 然后你带五个羊去 那么还怕这个人 吃了羊 然后就重新打个泥坨 就后面加个章 如果你到那个大特会务博物馆 看到很多精美的章 那个章不能复制 几乎不能复制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 那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小泥坨 然后我就把以前都省略了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楔星字 然后呢 变成楔星字以后 然后大约在这个公元前 一千到两千年 也就是现在三千到四千年的时候 就形成了拼音文字 一旦形成拼音文字以后 这是中国 这是人类最高级的 一个最复杂的一个 这个发明 那一旦形成了以后 就非常非常的完美 这中间 就一直到现在 几乎没有变动 比如说二十几个字母 几乎没有变动 这个详细就不说了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 一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大家发现世界语 发生世界语 发生世界语的时候 就是觉得不太完美 就会也搞不下去 因为基本上OK了 但是我们中国人是 相形文字 那么相形文字 我请问大家 给谁看的 是给文盲看的 相形文字 是给文盲看的 因为中国人都是文盲 你不要学 你画个圈就是太阳 画个鱼就是鱼 所以我一直在讲 中国的落后 从我们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就很落后 很可惜 那么到 刚才给大家看的加速文 是公元前 一千三百年商代的时候 然后到公元前四百年战国的时候 就才开始发现有除检 这是除检 除检有点像 能够传播了 能够从这儿到那头 因为那个甲骨文到现在是 认为是 王室 商代王室 占卜 和 记录用的 所以 它的社会功能怎么样 现在不知道 所以中国的历史 文明时 大约是在 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到一千四百年之间的地方 什么地方 所以一千三千三百年的历史可能都不对 所以中国人是很愚蠢 很慢 很slow 人家都很好很好了 它还不好 那么 文明的延迟 它主要是 中华文明的延迟 它主要是 就是它生产力太低了 比如说 从宋代开始有 户记的时候 就是五口之家 一直到现在五口之家 那五口之家 就是你要有第六口 你就会饿死 就这么简单 我妈妈今天是八十九岁 她在这个东北 她的老家东北的乡下 她告诉我 她家是地主 她地主和 这个地主和贫农的区别 解放天堂 他们在地主 地主家人可以吃饱 可以养活所有生存孩子 穷人不能吃饱 所以穷人的孩子总饿死 病死或者送人 这是正视了这个五口之家 就是她没有这个能力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大概是缺乏 你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说 我们的孔子和古希腊的 这个苏格拉底等等等等 人家是 那孔子就不能提了 人家那个 柏拉图出了 这个三十多本 三十五本书 然后加上尾书 写相当好 加了一块五十多本书 然后孔子就写了一本书 这就没法比了 人家那个古希腊人家能出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的内容很多我就不说了 是因为吃鱼 我们吃五股杂粮 五股杂粮我才到现在到了美国我才知道 五股杂粮里边 五股杂粮的 五股杂粮就是所有的粮食 五股杂粮只有米和麦子是人吃的 剩下都是牲口吃的 就是因为它蛋白质 所以营养不够 所以我们祖先很可怜 你想想我们祖先非常可怜 那么 人类最重要的是他的思想 那么 哲学就是思想 所以中国没有哲学 中国是自己只是愣着胡扯 这个实在是没有时间 对不起大家往下讲 每一个事都很有趣 那么 西方人跟我说 我上课的时候 西方的教授说 我们西方什么叫西方 因为叫West 实际上他讲什么叫西方的思想 西方就是两个 一个是基督教 一个是西方哲学 所以西方人从来不跟中国人 谈思想 比如中国人没思想 他只跟中国谈友谊 谈生意 就是不谈思想 因为中国人没思想 所以西方的基督教 我不说了 大家全都知道 我要说你也知道 但是西方的哲学 大家不是很清楚 我大致说一下 因为说到中国人多差 大家先要个词叫脑残 我大致说一下 那么在 柏拉图那个时代 就是所有追求 知识的人都叫哲学家 比如你研究数学叫哲学家 然后慢慢慢慢 这帮人就跑出去了 我数学家 我不是这里家 现在到了这个 OK 两分钟 那我就往下说了 那么 哲学就是对 思想史理论 他思想史和学科理论的评估 所以行就是学科 行之上就是理论 哲学是他之上 哲学是行之上之上 所以这个中国人没有 所以在这个思想范畴 这个思想范畴 这个人的思想范畴图里面 中国没有上面那个 就是上面那个 就是那边是理性 这边是超理性 比如信仰 中国没有 因为佛教不是一种信仰 因为佛教不是所有人 我们大家在座前 有这么多人 加一百人 你告诉我谁是信佛的 如果有百分之一人信佛 你碰说这个国家是 都是不信佛的 而且我没办法 跟他一下子跟大家说 佛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区别 这是很大的区别 那我们在西方 我们知道基督教是 那么在中国没有 中国人没有这一块 中国人没有这一块 最高级这一块没有 中国人还没有这个理性方面的 哲学方面那一块 所以中国基本上是 无碳 基本上是脑残 基本上是脑残 那么我们知道 一个社会不动的时候 西方社会如果不动的话 稳定的话 有两个 一个是罗马的法律 一个是基督教的道德 那么 最后一句话 中国现在跟老百姓说 如果你们不要专制的话 然后就是利比亚 那么其实中国共产党 还有两句话没说 一个就是我是卡扎菲 他们说 还有就是 你们是北非人的水平 所以最后一句话 所以共产党是一定要垮的 这个大家也不说 然后中国会不会灭亡 八成会灭亡 谢谢 我主要想告诉大家 你看非洲今天被人类社会抛弃 就很有可能 中国不会被人类社会抛弃 好 我们下面请和平先生 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最后一位讲员 他讲题目是谁决定中国这一场变局 我们请和平先生 谢谢秦大先生 谢谢秦大先生 二十五年以前我们第一次见面 但是二十五年以后我们第二次见面 那个时候的情况完全不同 中国刚刚发生六四大屠杀 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受到实际上的关注 当时我记得我们的听众有五百人 还是几百人 当时我讲的题目也是这么一个题目 所以二十五年以后讲了同样一个题目 但是情况完全不同了 不仅是我们的听众的人在减少 我们当时在会议上的人 也没有几个在现场 好像胡平一个吧 胡平不知道在不在前达 那么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刚刚发生六四大屠杀 是一个刚刚被全世界所关注的 很多民主人士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这个皮肤支持 那不少的民众 包括海外的华人 这个和中国国内的人 对这个中国民主化的前景抱有很大的这个期待 但是二十五年以后 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是中国虽然没有解决这个 它政治体制的公平性 和它政治体制的可持续性 但是中国的民主化的前景 中国社会的转型 已经不再是二十五年以前那样的 只是一场六四大屠杀 只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变化问题 它甚至在矛盾承诺上 已经决定了二十一世纪的文明走向 这个不仅仅是中国人口政度 而且二十五年来的高速的经济增长 强烈的这个军力的发展 然后它侵蚀世界的方式 它管理中国问题的这个管理方式的变化 使我们不得不把中国的问题跟二十五年以前相比 从一个国家相比完全不同 一个民族相比完全不同 所以变成了一个人类是走向一个 一个共同的文明价值观的一个国家 一部分 它是中国建立一个独特的政治体系 对已经产生的文明进行侵蚀和摧毁 才能使人类这一次回到我们野蛮的征兆之中 谁决定中国的这个未来 坦实来说 我毫无信心认为我讲的是正确的 我毫无信心认为我讲的话 一点就有预见性 我有一个讲稿 可能未来会比我现在讲的 稍微要有逻辑性一点 我会发表出来 我今天只是简单讲一下我的一个思路 第一个 西方或者是国际社会 在中国民族和人权中间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坦实来说 25年来 我们是从期待 感激和希望 变成非常失望 虽然现在国际社会 还有很多人 在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还有很多的 这个有同情心的 有理想价值的人 帮助中国的民族事业 但是整个国际社会 对中国的人权 不但不是给予支持 它相反 国际社会 对中国的这个政府 是最强烈的这个支持 这个支持 今天中国政府的领导人 已经成为了任何国家 任何社会 可能除了尼泊尔吧 或者是极个别的国家 几乎 中国领导人是最受欢迎的 当我们在这个地方 开这么一个小会的时候 任何一个县委书记 或者一个市长 他在曼罕顿都可以享受最豪华的待遇 没有领导人 认为近一个中国的领导人 会感觉到羞恥 因为中国不仅仅是有现金 不仅仅有市场 而且有支票 而且他有圆寄 所以我们不得不面对这种现实 人权 当然是国际社会 西方国家主要的一个价值观 但是人权 只是他们国家的 国民的这个价值 而不是他们国际社会的 真正的标准 国际社会就是一个生意 国际社会就是一种利益的交换 现在中国的民主化人士 除了我们的价值 除了我们描述的未来可能的前景 我们没有市场 我们没有现金 我们没有支票 没办法去跟西方政府做生意 所以西方政府 就跟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一样的 那不是独裁的一个西特莱的个人的狂妄 狂热 不是梅斯尔利尼的那种荒妙的表现 而是西方国家出于他们短视 出于他们的既得利益 出于他们的傲慢 出于他们的狂妄 台湾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 瓜分 杰克斯洛伐克 是他们支持下的瓜分 魔人侵占波兰 使当年的法国和英国 那种谴责和支持的宣战是软弱无力的 那个时候的美国还在享受 孤立主义盛行 肯尼迪的父亲 肯尼迪当过美国的据法国大使 他是在主张跟德国和好的 反对参战的 这个是一个主流的价值 所以当时的美国总统 要想去支持 这个英国都要偷偷摸摸 因为老百姓的主流价值 那个时候是反战的 因为反战和和平 是最可以光美昂昂的理由 一直到发生争取港事件 一直到 吃掉了法国 一直到 昏炸了 伦敦应该在醒过来 法国醒过来已经晚了 他们已经灭亡了 到了后来 英国联手的 不是他同党统整的美国 而是他要联手的是苏联 苏联给了 法西斯给了 纳瑟斯是最有利的一级 在启动了真正的 二战的局面的真正 扭矩 造成了后来的政治格局的冷战化 所以西方国家我非常失望 西方社会我非常失望 但是这是现实 我们怎么样有更多的声音 使他们感觉到 即使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不明治化 不仅是十几亿的中国国民的问题 很有可能这样一种金钱 这样一种投资包含的是一种价值 不要说中国的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是最受欢迎的领导人 事实上我们最认为坚定的不可摧毁的 美国的大学西方的大学已经卖中国的金钱 甚至还不是直接的金钱同志 就是中国的留学生 这样一种给他们大量的经济利益所摧毁了 傲慢的 自有为大有某一种价值观的 从来主张反战的好莱坞 他排了那么多嘲笑国会议员 嘲笑美国CIA 嘲笑美国FBI 嘲笑政客和商人的地 他有一部电 嘲笑今天中国的体制吗 他有一部电 揭露今天的人权吗 他们有一些野员 非常尊敬 达达喇嘛 但是好莱坞拍了几部电 反映了西藏人的自焖 有几部电 拍了西洋去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我的结论是 西方政权 西方社会 国际社会 只要情况不产生根本上的厌倦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 的变局 其实是个副所 而不是个正所 第二点 港台的这个角色 如果中共有意民主化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 台湾是最好的民主秩序 尽管台湾的民主出现了某一种民策的特征 但它基本的框架 基本的运作是公平的 是透明的 是可以讨论的 香港也是 香港虽然不是一个民主化的地方 当然 法治的机制 已经延伸了很长时间 到至今为止 也没有完全被摧毁 但是 港台的这种发展 中共对港台的态度 那我们就 非常清晰看到 所谓的国民素质低下 所谓的国家发展不平衡 不是国民主化的理由 香港和台湾 应该是最好的一个适应地 最好的一个选举 但是中共是想尽一切办法 在进行瓦解 香港 一国两制 这是中共自己的最高出发点 最高利益 因为只有一国两制 在最大限度的 去维持它的利益 我相信 这种出发点 我也相信 它有这个诚意 因为没有更好的制度 去让香港老百姓 去接受这个孤独 但是中共体制本身的关心 尤其它的经济 发展所产生的狂妄 使它不得不 忍不住去破坏自己 原来 在试图说服别人 要相信的一个养殖 从来使香港整个社会 趋于一种 错乱 这种错乱的结果 是香港 出现的所有的问题 其实香港很多问题 应该香港市民自己去承担 香港领导人自己去承担 但是结果现在都变得 中国领导人自己去承担 所以香港 现在已经成为了 不仅仅是我们曾经 一个敬重的地方 一个能够延迟维持 几十年还仅仅六十大屠杀的一个地方 已经成为 中共政局的 一个可能性的 变速的引爆点 因为香港人的 独特的文化 香港人长期所形成的 某一些价值观 他们的不屈服和他们的 隐感 只要超过我们想象 我是不是不讲了 对 OK 我不讲了吧 就是 我就是刚才 继续 因为我有一个讲稿 没关系 给大家讲很长 很长 很长 但是我就在后面做一个 结论 因为后面我还会讲到 台湾的角色 也会讲到 中国国内体制的角色 和军队的角色 那我们在后面讲一下 就是 就是 我们怎么找到 就是 可能性的 这个成本比较低的 就是 就是 这种转型方式 政治能力来讲 我当然相信人民是决定历史的 我也相信这个团体世界 我们应该给予支持和光华 我也觉得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导火线 但是我觉得 鼓励和支持 中国的这个 体制产生的冲突 也就是鼓励他们的内斗 鼓励他们的消耗 也鼓励 中国领导人 就是 对他们符合他们 个人利益的这个方向 也鼓励他们 这个体制 符合他们安全 的方向 我觉得 在这方面 不要完全的忽视 不要完全的忽视 所以我很尊重 这个 卢宇先生的意见 但是我也很支持 盛雪和其他的观点 因为我不认为 蒋经国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认为 蒋经国的出现 除了他自己可能的修养 和 获得他个人的 醒悟 更重要的是 台湾民众 给他强大的这个压力 所以 有时候 我们不知道 人在哪个地 可能是他父亲的基因 可能是他的老师 给他的鼓励和教育 可能是一个教室 一个牧师 给他的心理引导 不知道 我们只有在每一个方向上 努力 每一个方向发出我们的期待 至少我们自己 少一些消耗 至少自己 多一番 这个努力 也许中国 对方我们日期的量 来得更快 也许中国 比我们 远远想起来的 来得那么长 但是我觉得 25年以后 就是25年以前 这个 这个情况不一样 25年以后 这个情况也不一样 但至少 我和前大还在 至少我和湖片还在 谢谢大家 谢谢和平兄 这个他讲的有一些话 可能是大家 不太喜欢听的话 但是 秦庆在我旁边讲说 他讲的是整话 他讲的是整话 是很值得 我们去思考 很讨论的话 那个我们最后 还有15分钟的 讨论时间 那个刚才 老魏有话要讲 我们当时 刚才没有让他讲 秦庆老魏 我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 第一句话要说 老魏 老魏是属于 大多数的那种 善良的好人 但是 第二句话就是 习近平的道行律师 会把越来越多 像老魏这样的善良的人 推到我们这些 比较凶恶的人 也没有 哈哈哈哈 老魏的 老魏的 comment很精彩 OK 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们抓紧时间 后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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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呢 我就说 和平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确实都是现实 非常好 但是我从来把这些话 都是用来给西方的政府 西方的政策 加压力的时候 说 我不跟自己人说 免得咱自己人回去三七 哈哈哈哈 好 对 好 我说完了 这个 我的第一个观点啊 是因为我们看了反光历史 所有的历史上的一个政权夺取政权 不是穷人夺取政权 而是一批 进度的这个富人阶长 在夺取西方的政权 所以中国我认为没有这么多名 都是富人阶长 就是一个财富分配 我们现在跟现在有最大一个区别 我们没有向中共啊 有问题 我们现在说 现在所做的一些 所有这个一些东西 就只有一个两点 一点是从议论上 可以执行过内 最另外一点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精神上的一个支持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跟中共做对抗的时候 我们只能 以前这两个行道路去做 而事实上 中共啊 它采取它走上一套 基本路线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办法做 那在这种情况 就是我所说的 我举个例子说 我愿意付这房经费 就是我们怎么去 在另外一套 陆境上 让它加速这个进程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这个事情呢 只能说不能说 解决这个问题 就只要要 乱乱看 那个 像最新的这个中共 我正面 那个 大家都知道 08年次贷的问题 那个草安尽快 对 我们大部分时间 你们五十年很有限 中国大陆现在在一星期前 英国法案 就是在此 再调化 因为它有一百万亿的这个坏章 这是公开的事情 公开一百万亿的坏章 我跟戴晓宏在十几年前 他那个 在那个 在那个 共产级见面谈话时 他告诉我 真正的坏章 但是三个亿 但是对外公主只有 多到十亿 现在这个十年 都下 现在这个 一百万亿 真正坏章 好 那个 好 讲完讲了 不不不 说他这个 现在这个问题 现在他拿个讲 他说 做那个 现在把这个 这个 实际上这个 在研究之内 可能 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 现在有教授在这 但是 十年之后 可能就会出现 这个 跟美国的自在 和过去一样一样 好 好 好 是一句 你是针对于草安先生的 就让你承讨 草安先生的言论 就跟我们的自相矛盾 他刚才就比如说 等到中共 怎么独裁 怎么腐败 那他们的第二代 第三代实在 独裁不下去了 怎么怎么样 我们不能等到他 第二代 第三代 独裁不下去了 我们再想办法 而且呢 当中共 是以这样的一种 非常邪恶专制的方式 在统治的时候 不可能仅仅是 中共这个政权 它在败坏下去 整个中国社会 现在已经完全 被这个政权 卷入了一个 可以说 几乎是一个 万劫部的深渊 所以说呢 我 不再解释 这个 讲的不是 习近平的中国梦 是草安的习近平梦 OK 后面 后面一位解释 挺好 我讲问题 因为我的环节 是在下午 但是我不想浪费 大家的联系 所以大家有兴趣 可以在一星期 那你们手里 看一下那个安慰 就有多想讲的内容 如果总是 一来上午之后 我想说一点 如果大家提过去讲 习近平的土壤 或者移动的时候 习近平的土壤 不要忘记 我们的土壤 就是说 你不管是 希望你改良也好 政典也好 你管理什么事 不管你是什么 对不对 你又没有能力去忽悠别人 你又没有能力去水 别人 你也没有资源去收买别人 所以我们的土壤 一定在哪里 我们不能说 改良 不光革命不方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 希望你社会能 自己一起来 他的土壤的形态在哪里 那种他的固证点在哪里 固证信号在哪里 很多地形性的问题 我们不能够脱离 事实的逻辑情况 的问题 当然我们就是 你想到 你是指出的 我们谢谢 好 请您有点事情报告 我对今天的和平的 这番讲话 感同身手 我一直有这个感觉的 我们处在了一个 当今的 随近时代 十年前我就开始 一直说 我们在随近的 时代 所以 怎么来面对这个窘境 呢 这次来 纽约开会 我就带了这个设想过来的 所以我 很多人就说 尤其碰到美国人 就说 我们中国的现状 世界的现状 是美国的错误造成的 所以明天呢 我们还有个活动 我们是以四辆勃千金 或者唐臂党车 试图 用我们的力量 用我们的声音 去影响美国 跟美国家子库 进行互动 我们希望 带给他们一个信息 美国错误了 希望中国进步 请你改变对中国政策 这是我对 我就对你的会议 那我讲一句话 我们在海外 能够做的比较成功的 就是我们不能去求人家 我们要告诉他 你的利益跟我们相同的 我们逼着你必须做 这样才能有效果 你求人家 人家就不利益 就利益 其实他 他主要的路途就是随近 那么你求他 那正好 我们往一边 你要逼他 倒是有可能做什么 我们还确实这些年 都是逼出来的 没有求人 好 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 还有问题 或者有意见 下面教授 对 那个王晨先生的 王晨博士医生 对刚才讲了这个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 我是想清楚意义 我作为世界的文明 没有主流和默流 或者支流文明 那么另外的话 我认为这个就是 印度了 可能是中国的一些古老文明 亚洲文明 我觉得有复兴的可能 有复兴的机遇 如果中国人都行民族化的话 另外有一点 我想说一下 其实所谓的 实际的主流文明 也就是说 无论是基督教 无论是基督教 还是天主教 还是伊斯兰教 其实都是从亚马拉罕这边来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世界的主要的冲突 就在这伊斯兰教之间 打得不可开交 然后来危及到其他的各种文明 所以我认为呢 亚洲文明 尤其是印度和佛教文明 其实可以对这种伊斯兰教 目前打得不可开交了 提出某种 那个就是有加持的建议和结团 嗯 绝对 好 那个下一位 我刚才听了上升会呢 我的感觉就是说 这个有的人到这来参加会议的这个 目的性让我感到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要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而且我们这个要开个会 花这么多钱 这么多资源 很多人远道而来 还是希望能够有所进步 如果一次一次的开这样的会 只是重复一个几十年来的相同的主张的话 它就意思不大 所以呢 我觉得研讨部分应该加强 每个人自己的文章 或者是长篇大论的东西 尽量的提供给大家链接 或者是怎么样 去看 这样节省一点时间 还有呢 就是说 更加切合中国当前的实际状况 以及海外我们能做事 如果你要说我是奥巴马总统 我怎么样怎么样 那是另外一回事 咱们现在就讲咱们能做事 你也不是习近平 你也不是希拉里 你也不是创造 是吧 你都不是 有的人说现在 国内的人说 我们中国民主 未来的希望 寄负在海外 因为国内被打压成这样子了 没有办法 海外的人说 海外没有用 只有靠国内自己反抗 互相对 有的人说我们应该指望外国人 西方国际社会给我们支持 要不然我们哪来钱 我们哪来军事技术 各方面的技术 还有人说呢 中国人的事情 应该是靠中国人自己 外国人跟他没关系 没有利益相关性 人家不能老一辈子去管你那么多事 所以呢 不是说这些说法都没有道理 都有一些部分的道理 但是咱们这些东西呢 都不能那么绝对 应该是海内外互动 而且呢 尽可能的争取 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 但是并不是说指望他们 因为指望他们 他要不给你的话 你就觉得绝望了 就没气了 你只是说 他井上天花 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支持 是井上天花 你自己在帮自己 中英文里面有句话嘛 叫自助者天助之也 那你要是自己努力不够 谁没事干 要支持你呢 就像我们平时扶贫也是这样 你一个人整天好吃懒做 就等别人救急 谁救急 只有中国自己 海外的民主力量 国际的民主力量 互动都达到一定的强度的时候 才会引起国际社会 或者是老百姓民间的 真正的支持头脑 好 谢谢 谢谢 好 来 好 最后一位 好 我看完这个节目单 我昨天实际上 特意向主持人勤进求情 说能不能让我把我加到最后 没把我放进去 我 我 我准备讲一个 压垮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题目 做 对这个大会做一个总结性的一个 方言 但是前进 没给我加进去 来不及啊 能不能 给我两分钟时间 把这个意思说一下 非常结合实际 两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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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明年还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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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提要说一下 好好好 先把提要说一下 我想探讨的就是 压垮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要传播 要经常提这个词 为什么 因为压垮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 反复出现 就是因为 手上捏着稻草 人不明白 那是压垮中共的一根稻草 或者说 他知道那个稻草的分量 他跟中共做了交易 他把那个稻草给贱卖了 你比如讲啊 举个例子 王立军这个事 王立军这个事 可以说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重心炸弹 有可能会把中共政治炸掉 因为中南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如果美国不配合的话 那么 胡锦涛先生成功的说服了希拉里 配合 把王立军交出来了 现在王立军在坐牢 他的小命应该是保不住的 他不可能活着走入监狱 王立军这个事 如果是美国跟胡锦涛谈判 说我按照你的意愿给你 你给我一万个亿 中共都会给 因为为什么 中共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当中共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希望美国配合的时候 美国谈判的筹码 那是个 那多大分量 这样的美国利益 他放弃了 得到什么了呢 希拉里得了一个大麻烦 所以希拉里后来命令 骆家辉 又做了陈光诚这个案子 来补救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 在英文世界当中 都是陈光诚的案子 就是我们还是关系人权的 事实上王立军这个案子 对于美国形象 对于 这个政治避难保护制度 对于美国情报价值的这种 这种无情的大甩卖 这种损失 是不可以用数字来描述的 我要一句话 就把你都把脱掉了 就是说 王立军政治庇护的话 违背美国基本价值观 夏教授 我们现在不谈了 这样子 你做了两分钟的预告 明天大家期待你的 你跟他做的 不是的 我会做的 太盡了 好的 你 你的 不得了